2月10日 娇娇再次发视频 称自己只是发了个唱歌的视频 却被平台删除了 她大声质问赵本山 在害怕什么 这真是要一手遮天了吗 她就偏偏不信这个鞋 前几天娇娇宣布退出本山传媒 言语之间充满无奈与感伤 言语中明以暗里都在内涵赵本山 一场师徒互撕的大战一触即发 这两天 娇娇又连开两场直播 大爆赵本山的一系列行为 首先她就指名道姓的怒斥赵本山 她就是害得她前夫破产的始作俑者 当时赵本山与她的前夫一起做生意 在刘老跟大舞台投资了几千万元 最后却被坑得血本无归 导致她最后直接申请破产 随后 娇娇又研发数条动态 直言自己的控诉视频被下架 痛斥赵本山赶箭杀绝 一手遮天 她还放话称 以你的社会资源关系 是不是连某伯也要给我封掉 看来是有必要导一斗了 而在她前一天的描述里 自己的某手账号险些被封号 感叹胳膊确实拧不过大腿 对此你怎么看呢